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杨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煮荷包蛋的小妙招,方法非常的简单,给我一起来看一下吧,首先在盘中打入几颗鸡蛋,锅中烧开水,水像这样出现小漩涡的时候,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,可以增加蛋白的凝固,再把打好的鸡蛋倒入里面, 鸡蛋像这样煮至定型,盖上盖子,再煮2-3分钟,我们煮鸡蛋的时常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,喜欢吃糖心的可以少煮一会儿,鸡蛋像这样就可以了,取出来,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第二种方法,首先在碗中加半碗清水,再把鸡蛋打入里面,锅中水烧开,把鸡蛋倒入里面, 这个时候改为小火 同样也是我们煮鸡蛋的时常,自己来决定,喜欢吃嫩的,就少煮一会儿,鸡蛋像这样就煮好了,每个都是圆溜溜的,非常的完整,喜欢吃荷包蛋的朋友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,非常的简单,新手一次也能成功, 各个圆溜溜的,不容易松散,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,喜欢想要的视频帮忙点击下方关注,感谢朋友们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